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豪 欢迎来到股价值多少这个系列 今天要来回顾检视的个股 是2885的元大金 还没有订阅的人,记着帮我按下订阅哦 谢谢啦 个股验证 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次股价的资料 影片发布的时间是在今年初的1月5号 在当时股的合理价格为21.3 而股灾价为17.3 接着就来看一下所估的数字后来有没有出现买进的机会 这边可以发现当时在估价的时候股价是20.45 另外在2月1号也有出现一次19.85的价格 也就是说这两次股价都已经在合理价买进区间内 所以能不能在这个位置进场 投资人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状况 之前在影片中有提过,不管是合理价还是股灾价 它都是一个风险的对比参考 因为每个人能承受的风险都不太一样 遇到这种股价在合理价的附近时 投资人就要以自己的角度来思考 而不是去询问别人能不能进场 其他人的考量跟你可能是不同的 这个验证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可以去思考 未来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出现 你会选择进场或是不进场 以及各自的理由会是什么 相信多一些经验值 以后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 个股观察 再来我们从法说会以及财报资料 来了解一下公司近期的状况 元大金控旗下主要分成几个业务 分别是证券、银行以及投信等等 今年上半年的获利贡献中 这三个业务就占了整体的九成 其中又与证券的获利所占的比例最高 达到65% 第二高的是元大银行 占了20.6% 接着是元大投信的4.6% 上半年母公司合并净率达到196.6亿 比去年同期的110亿 增加将近8成 年化ROE也高达15.4% 这些都是创下新高的数字 从刚才的资料中可以看到 元大金是以证券业务为主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泛证券业务的基本状况 之后再针对几个比较重要的指控师 来跟大家说明最新的近况 首先市占率的部分 可以看到不管是证券、期货、还是投信 元大的平均市占率都相当不错 尤其像融资业务 占比将近两成 借券更是达到三成以上 在投信的部分可以看到 ETF的市占也是有到三成 这都是相当高的比例 更重要的是 这些获利模式 即使在未来 也是相当难被取代或是复制的 再来从营收结构分析当中 可以看到来自经济手续费的收入 这几年都能够持续的成长 自营业务也在股市上涨的带动下 从原本的14%到今年上半年 占比已经来到两成 整个泛证券业务的净收入 前两季已经达到300亿 接下来我们从三大子公司 也就是证券、银行跟投信 来看看上半年的营运状况 首先占获利比中最高的证券业务 上半年合计营收达到267亿 其中占比最高的手续费 跟自营业务 成长幅度都在一倍以上 从营收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 这两个业务会随着市占率提升 以及操作资金规模越来越大 能够取得的获利也会跟着放大 不过还是有一个隐忧需要去注意 就是这种跟股市一起联动的收入 在大盘趋势向上的情况下 获利的表现自然就会比较好 而最近全球市场也接连出现了几个危机 从先前的恒大地产到最近中国缺煤限电的问题 在大幅停工的因素下 相信会对股市造成不小的冲击 至于对元大的证券业务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想这个就是投资人后续需要去关注的地方 来看一下证券产业前景的部分 好外市场开发是公司未来成长的主要动能 元大政的目标也相当明确 就是先从亚太区域开始布局 然后慢慢扩大经济规模 并且提升获利 从这边可以看到 泰国业务的市占率已经达到4.2% 排行第8 韩国也有1.7% 排行第10 另外在越南 印尼 香港 甚至是柬埔寨 证券业务也都持续在开发当中 今年上半年 将近139亿的净利里面 就有23%来自海外 这个比例 跟去年整年度的13%相比 已经有大幅的成长 而且这个比重 也是近4年最高 相信之后随着亚太市场的市占率 持续提升 海外的净利占比也会在往上增加 再来是占获利比重第二大的银行业务 可以看到主要的收入来源 分别是利息净收益 以及手续费净收益 两个加起来就有超过8成的比重 相较于刚才的证券业务 银行的收入算是偏向稳定类型 今年上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落差并不大 能贡献的EPS也在0.6块左右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 在资产跟权益持续增加 而净利却减少的情况下 ROA跟ROE都是同步跟着下滑 代表银行业务的营运效率 是有一点衰退的 不过幅度看起来并不大 目前的状况也不用过于担心 在利息净收益的部分 上半年收入为61.67亿 占了银行业务收入的6成左右 其中又以放款利息为主 再来是来自投资有价证券的利息收入 从上面的数字中可以发现 上半年的放款利息减少了16% 其中第二季比起去年同期 减少了约1成左右 我想这是因为5月 国内疫情升温的关系 让放款的业务有受到一些影响 不过看起来减少的幅度也是还好 再来是占银行收入比重25%的手续费收入 上半年将近32亿的收入中 来自财富管理业务就占了7成 再来是信用卡跟企业金融等业务 在扣除掉手续费费用之后 整体的净收益为26.28亿 较去年同期成长5% 而财富管理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个 分别是共同基金、银行保险以及信托业务 这三项在今年上半年都各自有超过一成的成长幅度 从刚刚的利息净收益到现在的手续费 可以发现这些收入都算是银行业务中的基本组成 也许对目前整个元大金来说占比只有两成 并不算是很大的比例 但却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再来一点是 这些银行业务将会随着海外银行的据点增加 像是韩国已经开放银行 可以在证券公司里面设置电中垫 这样子一来就可以发挥证券加银行的搭配效果 让获利再往上攀升 因此银行业务在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成长性可以期待 接着来看放款结构分析的部分 今年上半年的放款达到8092亿 同比增长为6% 其中企业跟消费性金融差不多各占一半 而企业金融是以一般企业跟中小企业放款为主 从数字中可以看到 第二季因为疫情升温的关系 导致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增加 该季放款的年增率也达到12% 至于消费性金融的话 就以房贷为大总 近期也是在房价上涨的因素带动下 贷款的金额也成长一成左右 看完了证券跟银行的状况 接着来看占获利比重第三名的投薪业务 今年上半年的净利为9.73亿 年化ROE高达37.6亿 获利的品质 可以说是三个证券相关的职公司里面最好的 而且每年都还在持续增加当中 主要是因为公募基金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 上半年已经达到7716亿 其中76.6%是来自ETF 也就是将近6000亿的资金 这个数字看起来跟2018年相比 已经成长不少 但是这种ETF投资 在台湾未来相信还有相当大的成长空间 相信也可以剃头性业务 带来不错的成长动力 总结一下元大金的状况 旗下三个主要子公司的业务 除了银行持平之外 其中两个在上半年都有不错的成长 只是以证券业务为主的元大金 在近期股市波动变大的情况下 银售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衰退 因此能不能维持住获利 也是之后观察的重点 不过如果是用长远的角度来看 随着海外的收入占比逐步增加 相信未来的成长性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财报观察 接下来我们从财报数字 来观察元大金的状况 先来看一下配息的资料 近8年的平均配息率为48.8 这个配息比例 跟我们先前所谈的华南金差不多 而元大金去年的获利 再次突破新高 每股盈余来到1.99 配息率也提高到6成左右 从配息的政策中可以发现 最近6年 只有2019年 有配发了0.4亿元的股票鼓利 其他年度都是以配现金为主 而且比重也越来越高 我想这对投资人来讲 并不是一件坏事 有时候成长 不一定需要一直配发股票鼓利 透过业务模式的配合 也可以满足各种资金需求 追求ROE的稳定成长 对股东来说 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ROE的部分 近8年元大金股本膨胀比率为22.7 可以发现这个数字 跟其他金融股比起来 并不算高 因为近8年来 只有配发3次的股票鼓利 所以股本增加的不多 再来股东权益 则是增加了69.3% 因为中间有蛮多年的配息率 只有3成到4成 这也让未分配盈余提升不少 因此让这个数字看起来很高 不过重点还是在于 获利的部分 能不能更上来 这边看到净利成长率为213 可以看得出来 净利有明显赢过股东权益 这代表公司在经营上的策略 是相当成功的 让ROE从过去的5%、6% 一路往上成长 到去年已经将近10% 再来ROE的部分 可以看到近8年的数字 不管是营收还是净利 都是逐年增加 即使有发生3次股灾 但还是可以保持成长的趋势 代表以证券搭配营养业务为主的营运模式 让公司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所以从资料中可以看到各项数字 成长的幅度都相当可观 像是营收成长3倍 净利也是成长2倍 像这种可以持续保持成长的公司 对于想要长期存股的人来说 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有稳定的业务跟收入模式 即使遭遇到外债因素影响 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再加上还有海外市场 可以带来营收持续增加的机会 所以有习惯纯金融股的人 可以检视一下自己手上的持股 有没有类似这种特性 计表的部分 今年第二季跟去年同期相比 营收成长了24.9 其中来自利息的净收益增加14.1 利息以外的净损益 则是增加28.4 最后的净利则是成长47.1 而在利息以外净损益中 手续费净收益成长将近8成最多 主要来源就如同刚才前面所谈的 像是证券经济收入、财富管理等 来雇一下预期ROE的数字 近世纪的ROE加起来为13.2 7月跟8月的营收都是衰退的 分别达到15.39跟2.91 所以预估ROE在向下调整修正之后 可以取12或12.5都算是合理的数字 这边我是取12 合理价格估算 首先股债价的部分 刚刚有提到ROE我们是估1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数字来进行估价 最新一季的净值是21.15 我们把21.15带进来 再来本益比的部分 参考去年股灾时的本益比为8.54倍 建议可以取8.5或9倍都是可以的 这边我是取8.5 这样子计算出来的股灾价为21.6 目前合理价的话 ROE跟净值都是一样的 本益比提升到10.5倍 这样子算出来的合理价为26.6 这边估价的数字 之后如果有更新的月营收 或是机包资料 就需要再重新进行估价 也就是用最新的营运状况 来判断跟调整 这样子才是比较符合公司现有的价值 以上的资料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 如果你还想了解其他个股 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还没有订阅的人 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